之前重大题材电视剧《功勋得最后一榜》 袁隆平的梦开播 该单元主要讲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 实力派演员黄志忠出演袁隆平 据悉,确定由自己扮演袁隆平后 黄志忠便开始减肥 为了能够贴近信实袁隆平的形象 他一个月减肥20斤 在黄志忠看来 袁隆平是一个坚定而浪漫的追梦人 农交会上年轻袁隆平一手番薯一手西红柿 激情扬积地讲述了番薯跟西红柿杂交的成果 一个场景 那种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饱满新活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个开场也将观众看到一个 跟印象中不同的原爷爷 一个年富力强 正准备创造历史的袁隆平 他饰演的袁隆平 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还原 反响很好 导演严建刚也认为 黄志忠已经把袁隆平这样一个角色 画到了自己身上 希望我们这些后辈可以祭出伟人的贡献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